如果宠物丢了 恐怕没有哪一个主人是不着急的 但是卢朵一旦找到宠物 却被告知不能够带回家 更是让人心急如焚了 最近南加州有一个 华人家庭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社区有将近千人的力量 帮助他们把爱权给带回家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东森新闻的独家报道 相隔两个星期 终于可以再次抱着亲爱的狗狗 让主人李金云一连三鞠躬 他万万没有想到宠物狗的遗失 会让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牵挂 又会让社区如此的团结 谢谢 我们感谢我们的朋友和媒体 和每个人都支持我们 我们很感兴趣 而视线的主角就是这只 两岁多的法国斗牛犬Burkin 两个星期前 他突然不知去向 心急如焚的主人来到 阿弗兰动物收容所询问 但工作人员却说没有见过 可李金云到狗社查看 却发现Burkin就在里面 然而收容所的人却表示 他们来晚了 狗狗已经被别人领养 但更复杂的是 几天后还被告知 狗狗已经被新主人 带到亚利桑那州 还有收容所工作人员说 Burkin没有被领养的记录 整个经过让所有人都疑问重重 疑问与布满化为力量 Burkin的主人在脸书建立了找回狗狗 Burkin的主页 一下就有700多人参加支持 也许在压力之下 今天一早 Appland收容所主动表示 Burkin可以回家了 这个好消息让在接近100度高温下 聚集的几十位支持者都兴奋不已 我有点不太相信 因为之前 昨天之前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没有你们的帮助 我觉得Burkin可能很难回家 谢谢大家 Burkin到底去没去亚利桑那州 还是一直在Appland收容所里 看来只有他自己能解答 而刚刚移民的华人 很多都不了解在美国 饲养宠物的规章制度 容易吃亏受骗 因此势单力薄之时 寻求社区的帮忙也是重要的一步 就像我们一直提倡的 要记得精品要打 资料要做 那如果狗狗掉的 第一时间在家里附近 一定要贴传单之外 你要到附近的宿泊 然后告知有这件事情 留下你的资料 然后立刻到各大的社团 Burkin终于回家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所有社区的力量 看到每个人的善心 也真的希望宠物收容所 就是宠物在回家之前的 真正的避风港 而没有任何利益的趋势 以上是东森新闻 魏宽 孟子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